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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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阿姨将我送过来 还有什么怕我知道吗 叶英手一顿 你不愿意 为什么要过来 今夏勾了勾嘴角 看着叶英 一字一顿地说道 因为我要报复陆家 张阿姨将所有的事情都说了 陆毅现在也将我抛弃了 你说我还能找谁 就是不知道我在朱少延里有什么价值 今夏说得轻浮 叶英皱了皱眉头 眼前的人看起来是那样的陌生 不是他记忆中的今夏 说不出来的怪异 可是又挑不出来什么毛病 当夏轻壳一声 今夏 你知道 朱家现在还不是我说算 若是你能帮我让基地被世人认可 我能帮你在长辈面前 争取朱家未来主母的地位 今夏眼神一转 看向叶英 虽然我的父亲是夏长青 可是我不懂科研 怎么帮你 你可以 叶英突然收住 看了一眼今夏 继续说道 只要你出席半月之后的基地落成典礼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没错 可以 今夏毫不犹豫地回答 这有什么难的 不过陆家那边 交给我 叶英满口答应下来 起身坐到今夏的身边 先吃点东西吧 晚上你还有事吗 今夏不动声色地往后退了退 按了一下手机 突然包间里铃声大作 今夏接起来 师傅 什么事 不待一会儿挂断手机 朝着叶英抱歉一笑 我得先走了 叶英当即直起身子 没事 改天再约 好 曾福建今夏从里边出来 机不可查地松了口气 再不出来 我都想混进去了 叶英没你想得那么没用 你要进去 这些天的戏都白眼了 曾福任命地开车 去哪儿 今夏想了想 其实是想去见路易的 只是事情到了现在 不能功亏一篑 当下叹了口气 还是回别墅吧 车子走到半城 林林打来电话 想见一见今夏 今夏想了一下 答应了 见面地点还是那日的茶室 正好离这边不远 这次赵就是自己一个人进了包间 林林比上次见到的时候 憔悴了一些 今夏顿了一下 坐在她的对面 林小姐什么事情请直说吧 林林看见今夏这个态度 眼里划过一丝痛涩 焦急地说道 今夏 我知道你怨恨我 但是那个张苗 只是想利用你 听姨的话 离她远一点 今夏喝了一口茶 抬眸看向林林 你承认自己是我姨了 上次我不说 是怕你恨我 这次就不害怕了 你既然已经离开路易了 想必是不想跟路加 有什么瓜葛了吧 但是今夏 你不能为了以前的事情 去任由张苗百百步 她就是为了 利用你给你父亲报仇 林林神情激动 这段时间 她的日子着实不好过 路加拼命地打压 林家在帝都的生意 林家本来根基不深 现在已经支撑不了多久了 而且严世翻前些日子 因为路加公开撕破脸皮 外加与杂兰叶的事情 被人就是重提 麻烦缠身 最近才缓了过来 并不太想插手林家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